到現場瘋槍 麻油雞肉塊鋪滿紅糯米飯 搭配兩大隻油爆蝦 副菜還有魷魚 螺肉蒜等 經典菜肴 這是台鐵新推的 九家菜便當 兩個九家菜 人籠一整排要搶買 台鐵新推的九家菜便當 儘管一份要價兩百元 還是吸引不少人提早卡位搶買 而結局是幾家歡樂 幾家愁 好開心喔 最後一個 我排了大概有四五十分鐘 我沒有吃過 我不曉得 我就是很好奇 就是想要來試試看 只賣七天受完不捕獲 這位民眾好幸運 最後一個順利買到 但到底有多夯 連日本觀光客也瘋搶 卻無奈沒買到 今天沒有買到 對 明天來 對 這期間限定的九家文化佳搖 古早味化身成為便當 是為了歡慶新北投車站生日 也讓民眾品嘗 記憶中的好味道 回味一下而已嘛 因為這樣看那個菜色起來 是還可以啦 新北投車站原為台鐵淡水線 新北投支線的終點站 但1988年停止後 就保存在捷運新北投站旁 如今搭配懷舊便當 過往回憶全有限 再來是李文宇超圈企業區小組 台北報導